她的未婚期在自搭船 不信任何水淹死 剛剛得知這個惡語 如請天聽力 痛不應生 然而 她卻勇敢地振奏起來 並且在她最痛苦的心情 最悲傷地感受下 寫出了這首感人的詩歌 但 她為了自己 她最重要的 還是為了安慰她的愛爾文心情 後來 這首詩歌在無意間的朋友發現 因為從沒有人知道的惡心詩 把她到底如何寫成那麽的事來 她回答說 她原來是為了要安慰我母親做些的記號詩 她心中有很大的痛苦 此事我母親讓別人看到 後來又有人問她 詩歌是首詩的真正作者 她回答說 這詩詩的詩詩詩詩詞 在無意間 我們二人不如一座二場 詞曲 李宗盛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 担当破罪的忧愁 我能全力能将万事 担当主恩做坚强 多少集合律律失去 多少痛苦白白说 借你为江湖阳之气 担当主恩做坚强 我与失恋我已赢我 我有烦恼和心疼 借我为心 借我散感 来到主恩做坚强 我与失恋我 与失恋我 为我一切不余 我与失恋我 与失恋我 与失恋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